二十歲多的時候 四年 四年 四年半 你這四年就沒有電過嗎 完全沒有聯絡 完全沒有 家裡面以為我不是死了 就是 就是被關了 為夢離家 唐正剛吃超商包備品度日 前Energy成員唐正剛 府邸右界主演 未婚男女舞台劇 探討同志議題和情情之間的矛盾 我們是以家庭為延伸做出發 因為家庭是每一個人 你一定有的 你不管是什麼樣類型的人 你都一定有家庭 但家庭這個東西其實對我們來講 也是愛的一開始 唐正剛卻在十六歲離家出走 長達四年半 我的離開家就是我的抗爭 無焉的抗爭 因為那個時候家裡面覺得 還是萬般皆下瓶 為了毒素高這樣子 那那個時候又開始想跳舞 遇到跳舞這件事情我很喜歡 那媽媽其實是 不反對 但他不是贊成 所以我就 就直接就離開家裡 他還給了我兩百塊 就離開了家 其實那個時候會去便利商店 他們每過十二點 會把那個機器品下架 啊 認識了 對對對 就跟他要 吃了一年多了 我覺得那個時候也是 獨一口氣 覺得我就是要做 我現在回想那個時候 我那樣的離開其實傷害了我 愛我的那些家人 我印象很深是我二十幾歲 就四年半之後 第一通打電話回家 我還不記得家裡電話 我只記得我奶奶家電話 我一接電話我說 我是唐正剛 我還不敢講說我是剛剛 他們每一個在電話那邊 哭得亂七八糟 喔是喔 這四年多其實是我人生 很重要的一個轉捩點 但是沒有任何人參與了我 這段時間的過程 那個傷害是 其實是彼此的 在拍什麼一個電影呢